塞將軍是快想辦法好想辦法 辦法你在哪裡我好想 你趕快出來啊 是 狼 我是諸葛四郎 劇團演員幽默的對白 以及精彩的動作演出獲得全場熱烈掌聲 這是紫楓車劇團改編經典漫畫所推出的諸葛四郎 7月15號將在啟用不久的基隆國門廣登場 希望延續上個月剛結束的2022城市博覽會熱潮 也帶大小朋友重溫60年前宏集一時的本土超級英雄 諸葛四郎如何打敗魔鬼黨 現在國門廣場非常的寬敞 所以我們也可以容納更多的一個民眾來參與 我們相信現場是準備了2000張的一個椅子 不過我相信應該是會超過跟爆滿 那因為基隆走在全國疫情之先 所以我們才能夠 這個能夠在6月份的時候舉辦 這個全市的一個非常精彩的城市博覽會 那在7月份在相關的廣場的地方來進行 這個表演的一個這些展出 金融市長林歐昌與金融市稅務局局長歐秋霞也分別 戴上諸葛四郎及魔鬼黨面具 演出當天參與民眾都可以獲得這份特殊的紀念品 這個非常有創意 這邊是面具 這邊是節目單 每一個小朋友通通都會有 到現場的民眾 我想我們都會送這個節目單 因為節目單就是讓大家可以看 可以看這個故事的一個內容 所以每一位參加的民眾 我想我們都會來供給大家 除了主角面具外 民眾只要現場捐實體發票及雲端發票 還有機會獲得扭蛋或知名動漫造型文具組 用一張的雲端發票或者是兩張的紙本發票 就可以玩小孩子玩扭蛋一次 那扭蛋裡面有一個紙條 就可以換精彩的獎品 那好康二就是雲端發票兩張 或者是紙本發票四張 就可以換小朋友票選第一名的鬼滅之刃文具 紫風車劇團演出後 接下來7月16號及7月17號 將由基隆生化局邀請知名的九天民俗記憶團 及台灣特技團 在全新的藝術卡車接棒表演 希望給民眾不一樣的藝術體驗 外地的朋友問我說 城市補展會結束以後 基隆就這樣子了嗎 當然不是這樣 我們國門廣場串聯了山跟海 最美的城市 最美的國門 應該就要像這樣子有海跟山的景致 那在國門廣場吹著海風 看著好的表演 聽著優雅的樂音 我相信這是一個國際都市應該有的水準 7月22號則由紫風車劇團的 五雙愛老虎壓軸演出 紫風車劇團團長任建成表示 這兩年受到疫情影響 劇團演出機會大減 今年第一場大型演出就選擇獻給基隆 劉昌強調國門廣場啟用後 已經成為基隆最熱門的戶外新景點 7月起包括文化局連續兩週的仲夏月集演出 以及接續登場的紫風車劇團等活動 希望邀請民眾暑假到基隆共享親子歡樂時光 基隆一起放暑假 歡迎大家來看戲 記者張旗滕 基隆報導 谢谢大家